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那個 拜拜 拜拜生的有沒有那個生禮 三戰肉 要教大家做這個 蔥爆肉片 要放半滴油來做 放很少的油來做這道菜 要怎麼來 準備了 拜拜生蕭的五花肉 蔥 辣椒 蒜頭 醬油 蠔油 糖 米酒 漸水 就好了 二話不多說 趕快教這道菜怎麼做 我們一定要熱鍋 鍋子一定要燒熱 熱鍋冷油 鍋子要燒熱 燒好熱的時候 鍋子燒熱要來熄火 把火關掉 用燒洗的油 這樣就好 這個作用要幹嘛 潤鍋 等一下我們食材下去 才不會都 不容易打鍋 比較不會黏鍋 黏鍋 鍋鍋 好 一點點油 要多多少 差不多五CC的砂油而已 好 你看到 這油要多 因為我們今天要炒到三戰 三戰它本身有 它脂肪就蠻多了 它脂肪就蠻多了 好 這時候要開中小火 中小火就可以了 來 你看 你有熱過鍋 鍋都不會去鍋 所以這道菜要去 不一定說 炒菜一定要放很多油 不用不用不用 因為你要把鍋燒熱 再放五CC的砂油 熄火 不然你這個油那麼少 火又開那麼大 那等一下這鍋就著火了 好 十百進去有沒有 類似有點在那 乾點它 再來你看 我們剛才沒有放半滴油 你看 各位 有沒有看 油慢慢逼出來 所以現在要吃健康的 少油 少鹽 少芡 來喔 香噴噴的 蔥爆肉片就好啦 你看 本身油逼出來 來 再加我們的蔥 再加我們的辣椒跟蒜頭 好 下去 這個火層把它煎掉 輕輕鬆鬆 如果要加點檢驗 慢慢來嘛 這我會放一大匙的醬油 好 這個 蠔油 我會放一茶匙就好了 一小匙 一小匙的醬油 米酒一大匙 一小匙 我們放糖 也算 放一小匙就好了 一小匙的糖就好 就這麼簡單 這麼方便 這個就很 開火 這時候才開火 對不對 這樣 拌炒一下 這樣 輕輕鬆鬆 要拉下去 OK啦 拉下去就好 不是說麵 我們要滷味 不是喔 掃下去 我們要把醬汁上色 來 一點點開火的水 一點點就好 這樣就好 攔兩顆 好 開下去 拌炒一下 起點糖油 辣油 總面餐 總面 有筋嗎 有筋嗎 有 觀眾沒辦法 筋筋筋 來來來 馬上上菜 喔 觀眾啊 有看到沒有 有筋嗎 有筋 就這樣 來 我們都出的 三贊肉 拜拜三贊肉 教你做一個 衝爆肉片 你有學到嗎